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NetChang談賽馬的時間 明天就是好運1月1填草11場賽事 12點半開跑了 一如既往我就會介紹兩個場次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場次就是第一場賽事 最喜歡那隻馬就是魯魯法 雖然暫時是大熱門但也有6.4倍 這隻魯魯法上場我就頗吸引我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這隻金碧輝煌 上次有介紹贏了 但是魯魯法驚喜的地方就是 竟然能夠逼得這隻金碧輝煌都頗貼 這件事是有點驚喜 這次重配到這隻馬上場已經跑得好 這次再配應該沒問題 同場對手說真的一般 近跡的有近跡的都不多 這隻魯魯法真的有點坐位亡贏 當然這場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不是十二檔而是田草千四 現在我感覺應該略略不長 雖然前季之前跑田草千四沒有問題 但是馬老了力短了 田草千四可能會過長 但是你說現在6.4倍我就不怕了 你說他3倍我就不買了 6.4倍我覺得值得一賣的 所以是首選的 另外我會介紹三隻配腳給大家 都有點冷的 第一隻就是上山奇寶 這隻馬其實亂跑了很多次 尤其是上一場 穀草一千都不知飛了 不知多少踏 這隻馬這次重配潘頓 他有配備變動 就是這次除了眼罩 正正就是潘頓今季 季初跑那場 輸得算輸得最近那場 就是沒有配戴眼罩那場 這次除眼罩潘頓騎上去 而潘頓臨門都操犯貨 誠意可家 文家良當然是缺乏信心的 但是這次難得有個好檔 上山奇寶 十幾倍潘頓值得一後 另一隻配腳 仲義執言 都不是什麼上季都跑得很差 今季剛剛初出那場 穀草一千 明顯嚴短 這場賽事水準當然低 但是他這樣衝上來 追恩一個接近的第五 回到田祖千四肯定是比谷草一千好 四檔配審拿 高東尼配審拿 所以他都可以搶一搶 第三隻就是會嘻嘻笑 季初那場是不錯的 田祖千四和場莫雷拉劇 但是之後兩場都表現普普通通 但是如果他只拿著季初那場 那馬是有實力的 那兩場發揮得可能沒那麼好 那今次換道理來 當然也都不是一些有什麼信心的配搭 但是有個三檔 道理來都不會知道他怎麼跑 但是我覺得這隻是有實力的馬 好過他搏其他能力 未必是這麼高 今季未必是跑得好過馬 那這個就是我的個人選擇 那所以今場賽事我的投注策略就是會這樣的 露露法獨贏80元 那露露法拖過三隻 配腳上山其補 仗熱執言 哈哈笑 連人10元 位置叫30元 總投注額就是200元買的 這個就是我第一場賽事的參考投注策略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我可以的話 去一去我的YouTube Channel 訂閱一下我 按一下nextran 那你就看到了 可以嘗試按一下subscribe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